浙江卫视蜜蜂少女队开播至今已经播出了四期 随着节目的进行 少女的养成概念也逐渐被体现出来 上周决力战 谢霆锋战队已5比0大获全胜 面对娇人的胜利 众位少女可谓欢呼雀跃 然而谢霆锋教头却十分冷静 一句你跳得很好吗 让众少女顿时清醒 你今天唱得很好吗 你今天跳得很好吗 面对少女们骄傲自满的心态 导演组也是难以忍受 教头与导演的一番告诫 看似严厉 却表达出所有人的初衷 作为养成类节目 并不只需要舞台上有出彩的表现 更是需要少女有良好的心态 以及做艺人必须的德行 我是他我也会生气 那他肯定觉得 常语我好话跟你说没有用 那我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你 骂我骂得好 骂我骂得对 挺心虚的吧 就再回想每一个自己错误的事情 面对无处不在的镜头 年纪还小的一群少女 必然有着不足 但能够及时认识错误 加以改正 是值得所有人欣慰的 蜜蜂少女们到底经历了 怎样的考验 才一步步成长成现在这样 而最终他们能够成长为最优质的偶像女团 今晚21点55分 浙江卫视蜜蜂少女队养成正在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